近年农村劳动人力老化严重 许多青年不舍赴植被耕作的农地荒芜 纷纷返乡从农 花坛乡农会为了帮助返乡务农的青年 今天在海哥开新农场举办青农产品联合宣传记者会 花坛乡农会总干事顾必起期盼借由宣传活动 展现青农投入花坛农业的成果及宣传行销花坛优质农特产品 同时吸引更多青年朋友返乡从农 为农业注入创新与活力 现状非常丰富 多元化 有我们这个季节 正在上市的茂骨干 小黄瓜 小番茄 甚至还有蜂蜜 芭蜜 蜂蜜 都是我们会团的青农共同的产品 我们会团流行一句话 花坛出品品质保证 在青农非常用心在照顾到他们的荣散 为了我们国有每个人的健康和安全 我们农会也会尽到一分的辛辣 来帮助我们在青农共同来分导 共同推广他们的这个产品 高兴今天是我们花坛青年农民年营会的行销记者会 那这几年我们花坛青龙所经营的品项相当的多元化 那以今天的产品来讲的话 我们有鸡蛋 蜂蜜 柑橘类的一个地王干 砂糖菊 还有我们的小番茄 那很多的多元化其实我们的品质都非常的好 因为我们这些从产品基本上的我们都会自产自销为主 我们这次的农产品啊 其实我们产品里面有非常优秀的东西 优秀的产品啊 譬如说我们最近有得奖的一个蜂蜜 那我们花坛的蜂蜜啊 在我们园女所举办的一个比赛啊 我们有得到一个特等奖 那尤其是我们花坛的小番茄 我们花坛的小番茄在这几年啊 在彰化县的一个小番茄的比赛啊 我们屡屡的得到了第一名还有第三名 所以说我们花坛的产品非常的多 那这个时期啊 两条式的水果啊就是我们的甘基鱼 甘基鱼的味道就是我们的帝王钢 帝王钢还有我们的砂糖菊 它吃起来的口感啊相对的比较甜 它没有带酸 所以说也是很多年轻人他所喜欢的 那我们还有更优质的一个鸡蛋 一个彩色鸡蛋啊 也是我们一个花坛的青龙 他们家里面所生产的 在赤产上推出来的时候 其实也是供不运求 那还有一些小黄瓜 那小黄瓜的话 我们一个小黄瓜的一个温室种植啊 原本从一栋的温室 现在陆陆续续的已经增值到了两三栋了 然后他所供应出来的一个品质啊 相当的稳定 然后他的通路啊 基本上也是供不运求啊 所以说我们非常鼓励啊 所有的年轻人啊 可以如果上班上的不是很顺利的话 我们会非常的鼓励你回家返乡务农 其实农业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作 他会让你非常的有一个成就感 你如果做得好的话 你会从当中啊 获得你满满的成就感 在地的一个农产品的一个推广行销啊 包括我们农会这一边的推广科 推广科这一边他有我们所有的资料 看你是需要鸡蛋啊 蜂蜜啊 小黄瓜啊还是柑橘类小番茄啊 他都有我们的资料 可以帮忙引荐给你们 谢谢 蜂蜜 玉女蜂蜜 它跟圣女的差别在说 圣女皮会比较厚 玉女皮会比较薄 又薄到多汁 然后因为我们是采那个硬绳挂着的 所以它的日照会更丰满 然后那个颜色会更透彻 对 相对之下 它的成熟度 甜度都会更高 如果有兴趣来 对我们芭乐跟番茄有兴趣啊 可以在FB搜寻凯歌开新农场 张化人张化是新闻记者林明佑采访报导